把细胞的一些代谢的肺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 可以排除到体外 张维波研究员认为 产生这种保健按摩功效的改善微循环只是一部分 更主要的还是这种全身按揉的方式 更直接的疏通了经络 尤其是保持了十二经脉的通畅 十二经脉是我国经络学说当中的经络的主代 经络是否存在 曾经是一个广泛引起争议的话题 随着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 各国科学家们已经运用多种手段 证明了经络的存在 其走行图也与中国古代经络图基本吻合 那么经络到底是什么呢 经络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的一些结果看来 那么经络它是在人体当中的 在组织间隙当中的一些体液流动的通路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是中医用经络是否畅通来判定人体健康状态的标准 这个通路一旦由于一些原因堵塞 人体就会感到不适 那么这个通路的话呢 一旦出现一些堵塞 人就会产生疼痛 也就是说一些代谢物或者说一些炎量的因子 堵塞在这个主流阶线里面堆积在那里面 那么就会产生在局部提升一种无际性炎量的次敌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疼痛 在与宋文喜的接触中 记者了解到 他在为人们按摩的时候 主要是靠他多年临床按摩链制的手感 来为患者查病治病的 当他感到被按摩的人皮肤软组织部分发硬时 他就判断这个部位的经络不通 这样的临床经验总结有道理吗 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说这种发硬的现象 实际上是一种原组织变性 那么局部的体验情况就出现障碍 出现障碍以后 会有一些盖的沉积 盖化 或者说形成一些沉积的 一些硬的沉积物 这样的话 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就逐渐的形成一个硬结 这就是经络不通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当宋文玺感觉到这条经络不通时 就用手法去患者进行疏导 你刺激这个硬的部位 那么他就会感到酸痛 这样一个 因为局部的他的神经末梢 已经就是说 属于一种预刺激状态 就是说他已经出了一种预下兴奋 你只要稍加 你再加一个力 那么他马上就会感觉到疼痛 就会很明显 所以说他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他也在同时在诊断 首先诊断出这些 经络变性的一些部位 然后他在针对这些部位进行 就会感觉到疼痛